这个男人拿着鞭子到处抽打人家的马车 里面传出的女子尖叫声取悦了他 但大家碍于他是一国使臣 并没人跟他硬钢 谁知贺连针不知收敛 反而更加嚣张蛮横 然而有一辆马车里却没发出任何声音 这不禁引起了他的好奇心 准备掀起窗帘一探究竟 不料里面飞出一颗石子打在他的马脖上 马儿受惊差点将他掀翻在地 贺连针瞬间被惹怒 他下马上前 一鞭子抽掉窗帘 见里面的凤之威不稀罕搭理他 贺连针说着还想动手动脚 凤之威一个反手掏制住了贺连针 表示自己的手只要一捅 他的手就废了 然后没给他反应的时间 直接让侍卫赏了他一脚 贺连针一下子飞出巴掌远 顺便砸碎了一个无辜的路边摊 听着凤之威对自己的嘲笑 贺连针没有生气 反而被勾起了兴趣 这天生女子够问 而凤之威并没有听到这些 他这会儿正在考虑 怎么在马车里换衣服 原来凤之威化名未知 女扮男装在清零书院任职 因不能暴露身份 他让顾男一男扮女装跟他出门 在马车上换装后 再到清零书院开始一天的工作 第二天凤之威上早朝 路上碰见老朋友楚王宁毅 两人正在说话时 贺连针走过来 称他有一事相求 宁毅本不想理会他 起料贺连针下一秒说的话 瞬间引起了宁毅的兴趣 他表示自己看上 修都督家的外甥女凤之威 想让宁毅做媒 请皇上赐婚 将凤之威耐为妾室 凤之威听到这话 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 宁毅这辈子也没碰见 这么好笑的笑话 故意嘲笑他那个妾室 何须用皇上赐婚 如果直接娶了 自己还能帮他一下 贺连针高兴地表示 凤之威肯定会觉得 嫁给他非常光荣 凤之威听后悄然退下 不料却被两人叫住 贺连针假装没有认出他 故意表示以后 他要凤之威以他为王 叫他给我洗脚就得洗脚 叫他给我捶腿就得捶腿 并且让凤之威事后 他释放小妾 是要他知道自己 也不过是个小老鼠 再怎么厉害 也非常容易被捏死 另一看笑话不嫌是大 表示贺连针的想法实在太妙 如果要折磨凤之威 自己倒是可以帮他的忙 尽快让皇上赐婚 贺连针�笑道 那个妾确实不用皇上赐婚 等他迎娶郑妃的时候再说 随后便哈哈大笑离去 宁义也笑着向另一方向离去 独留凤之威恨的咬牙切齿 宁义回去让阿飞去盯着凤之威 不料被他一顿嘲笑 说宁义是在吃醋 宁义问他那是什么滋味 看见心爱的女人 被别人求取 心里直冒酸泡 宁义听完命令另外俩人 买二十斤醋 让那个不知死活的阿飞 一口气喝完 还要回来告诉他醋是什么味 两人欢喜地领了命令 拉着阿飞走了 第二天贺连争 追到凤之威家里来了 嚣张地躺在人家的会客厅 邱夫人来招待他 表示邱都督不再不如改天再来 不料贺连争并不准备走 还想要参观人家的院子 邱夫人正觉得尴尬 其料女儿秋月大呼小叫地进来 让阿娘替他教训凤之威 邱夫人见他没有大家闺秀的样子 立即狠狠地训斥一顿 让他赶紧拜见贺连争 邱夫人看邱夫人不准备走 就去给他准备茶点 临走还教训女儿矜持一点 其料他前脚刚走 邱月就巴巴地上前 问贺连争打算如何教训凤之威 贺连争说要出道考题 如果凤之威猜不出 就将他带回去做妾室 邱月一听来了兴致 说他也要猜 贺连争就拿出随身物件 撑着物件吃了后能通体生香 看邱月一脸好奇 不免想戏耍他一番 表示可以赏他一口 邱月一听立即吃了一勺 没想到竟是盐巴 他狼狈的模样引起了哄堂大笑 早已来到门口的凤之威 再也看不下去了 认为贺连争一个王子 来这里耍个小女孩 不觉得很丢脸吗 邱月赶忙求他替自己教训贺连争 贺连争却表示自己给邱月吃的 可不是普通的盐 那是自己贴身收藏 沾了他很多汗水的宝贝 听了这话邱月差点吐出来 贺连争却说这是金师国圣物 邱月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 贺连争让凤之威猜这圣物有何作用 聪明的他说出这东西是求亲的聘礼 贺连争哈哈大笑 以邱福已经吃了他的聘礼为由 就要带凤之威回去当他的小妾 凤之威却要他答出一个问题 答对的话就顺了他的意 贺连争慷慨地表示随便问 凤之威出了一题 念了几句古文 让他回答这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贺连争压根就没听明白是什么 凤之威懒得再跟他废话转身出门 贺连争连忙追出去 拦住凤之威不让他走 顾男一说他找打 贺连争顿时认出了顾男一 就是踢他一脚的小侍女 凤之威提出让他俩比试一番 赢了就跟他走 输了就把那盐巴都吃完 而且要认自己当小依 贺连争应战 觉得自己怎么也不可能 输给一个瘦弱的小侍女 顾男一说他只用脚 动手就算输 贺连争也毫不示弱 称他也只用脚 二人打了几个回合后 贺连争却招架不住 忍不住犯规动了手 凤之威霸气地提醒他输了 贺连争也不争便直接认输 公公静静地叫了凤之威声小依 顾男一让他吃聘礼 凤之威也笑着提醒他还要吃盐 贺连争愿赌服输 真的将那一代盐全吃了 凤之威忍不住嘲笑他 今世男人真让人刮目相看 贺连争被言吼得直翻白眼 凤之威下了逐客令 调笑他赶紧回家喝点水 贺连争临走还嚣张地告诉凤之威 在他们国家小依也可以去 凤之威才不信他的鬼话 不料这贺连争却是认真的 隔天居然带人找到清零书院 只因他已探听清楚 凤之威在此任职 侍卫上前敲门 看半天没人开门 顿时来了脾气 贺连争立刻抽了他一鞭子 让他好好说话 贺连争气得又抽了这笨蛋一鞭子 不过这时倒是出来个人 却是来阻拦他的 表示凤之威心定的规矩 闲杂人不能进 贺连争不相信自己是闲杂人等 就要往里闯 不料对方赶忙降门关上 用身体挡在了门边 贺连争本想冲进去 侍卫却劝他 强龙不压地投舌 不要惹是生非 贺连争只好作罢 临走还吼了一句 改日再来 谁知他的改日再来居然是爬墙 不过顾南一早已在墙内等着他 看到贺连争下来也不废话 直接将他扔出了墙外 然而贺连争仍不愿放弃 又翻墙进来 还与顾南一打了起来 凤之威听到打斗声出来看 贺连争还大言不惭地说 自己是来求学的 凤之威听到他这么说 就让他去参加考试 考过了才能入学 而且穿好衣服的必须再多考一次 贺连争听完立刻将身上的外套脱掉 凤之威健壮赶忙躲到顾南一身后 贺连争却表示自己只考一次 不料贺连争看了半天题目 也没研究清楚 就耍赖说凤之威出的题太难 根本不可能有人会答出来 这时宁一正好来找凤之威 贺连争就跟他诉苦 说凤之威刁难自己 他出的题太难 三个人拿了三个盒子 这里面只有一个棋子 而且每个人仅有一句话提示 这根本就没人能回答出来 宁一听完倒是想试试 谁知他跟每个人对话后 很轻松地就答对了 找到了那个棋子 让贺连争顿时傻眼 觉得两人肯定已经串通好 不给自己个交代 他就不离开 凤之威看他这样撒泼 便让宁一给他出个主意 赶紧摆脱这个大麻烦 宁一表示他可以 把他留下来好好折磨一番 凤之威听后立刻命令顾南一 将贺连争扔出去 顾南一拽着贺连争 走到门口 一把就把他扔上了天 听到这话 宁一还假模假样地训斥凤之威 以后不能这么粗鲁地对待贺连争 谁知获得了凤之威一个大大的白眼 贺连争气哄哄地回到家 李布侍郎给他送来请帖 原来过几日就是皇上受臣 贺连争忽然又想出了个好办法 再次来找凤之威 看着顾南一站在门口跟的门神一样 这次他学乖了 不再跟顾南一动武 而是肉麻地喊他小姨 顾南一被他恶心到了 把门开开让他进去 等到凤之威来见他的时候 贺连争表明自己已经顶名皇上 要带凤之威为女伴参加寿宴 凤之威听了气愤不已 命令顾南一揍他一顿出气 到了那天 贺连争带着侍卫等了许久 都没见凤之威的影子 侍卫还说这代表凤之威用情很深 不然不可能花这么长时间来打扮 贺连争听得心里美滋滋的 几人正说着 就见凤之威撑着伞缓缓地走过来 贺连争正高兴着 不料当伞抬起来时 顿时笑不出来了 原来凤之威化了个极丑的妆 有黑的皮肤还点了满脸的麻子 配上两个大大的黑眼圈 让人看了过目不忘 最奇葩的是 嘴里还塞了两个不明物体 震惊了全场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趣故事 关注十三精彩不断